木设也是古代的球类运动之一 这项运动更贴近现在的保龄球 游戏开始前 人们在地上立15根上窄下宽的木桩 10根红的 5根黑的 红木桩上写着 人意理直信 温良公减让 黑的上写着 慢傲宁贪烂 游戏开始后 玩家每个人拿一颗木球 挨着地面滚香木桩的方向 如果打中了红色的就可以加分 反之打中了黑色的就要减分 最后谁击中的红色木桩更多 谁就是优胜者 你看看 古人把传统美德都融入生活中了